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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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这么高 换衣服什么感觉 有种高处不慎 不是 是明星站在舞台上 换衣服的感觉 不也有个自然怪怪的感觉吗 没有自信的彩绘 那接下来这个设计师 是以小评数分层 空间著称的郑秋如设计师 他所在的作品 屏数也没有很大 只要是平要 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单身贵族如果想要有自己的房子 往往只买得起屏数不大的小套房 房子能使用的面积不大 所以利用高度来制造各种空间 就是聪明又实际的做法 屋主蒋先生在买屋时 就构思利用屋子挑高的特性 想要隔出上下两个房间 一般在高度做上下两层区隔的房子 势必有一层无法占立 但郑秋如设计师 巧妙地利用高低错层概念 制造出各种不同高度的空间 使空间发挥最有效的利用 我们在这个小空间做了很多高低差的运用 所以像这边虽然是小空间 但是读出去一样是可以粘粒的 我170公分在这边 我可以抬头挺胸 这个空间虽然是小空间 但是我们想要让它有双向的感觉 有两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楼梯也做了L型的双向 让它有不一样的空间的特性 楼上是一间小房间 所以在这个衣柜我们分了三种不一样的方式使用 这个柜子是属于抽屉式的东西 所以有花柜 然后第二个柜子是属于厨房型的 所以它有一些行李箱 跟折叠式的棉被 第三个空间是属于屋主的需求 它想要更衣间能够进去使用